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情绪真的是拉到了最高 我们看这个现场包含了还有音乐声 以及这个川普英雄般的入场 用这种缓慢的速度 然后再配上他这个红色的领带 象征着他的这个胜利的手势 而且他的幼儿也是包着纱布入场 所以这个他现身的途中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上面 沿途接受了支持者的欢呼 连我们看了这个气氛 都有点要起鸡皮疙瘩 就是他很会营造这样的一个 巨星降临般的一个场面 所以我们看到他去到了 这个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 出席这个共和党的全代会 那他在私人飞机上面 甚至接受纽约邮报的专访时 就讲说我其实应该不是出现在这里 应该已经死了 他真的是很懂得说这一个 这个怎么样来抓人眼球 知道说现在大家最在意他的点 就是说他其实跟死神擦身而过 而且现在共和党也在行诉 他是上帝这个天选之人 这样的一个氛围 他真的是从这个鬼门关前 这样子走了一招 那当然现在要转换为 他的这个支持度 我们先来看看 大家都在还原说 的确川普在遇到了 这样的一个危机情况下 展现出来就一般人 可能很难展现出的这种淡定 因为他过去也是这个 军校背景出来的 是不是对于遇到 这种危难情况的时候 更能够临危不乱 所以才让他这一举声势 不论是不是原本他的支持者 很多人都因着他这样的一个 英雄形象 开始好像觉得说 对他的好感度大增了 那我们来看看川普回忆 他这个重担的状况 他说我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我们就来还原 那个关键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 如果你们真的想看什么 就看一看什么 好 我們看到這個川普其實他在這個演講的時候呢 就突然傳出了這個槍響 那他即刻反映出來就是蹲下來 然後特警就是立刻上來護駕 這樣短短的56秒時間 他立刻做了一個判斷 他說知道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馬上站起來之後 比出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握拳手勢 而且就講說讓我穿鞋子 對著這個群眾 他這個非常關鍵的兩個動作 一個就是他說要穿上鞋子走 那第二個動作就是對著群眾 要安撫所有人的情緒 還說fight fight fight 所以他說當他意識到重擔的時候 看向群眾那個瞬間 那一刻來自群眾的力量 他們就站在那邊 很難形容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是我知道 歷史都在看 我知道 全世界都在看 歷史上面會有所評判 所以他做出了這樣的一個展現 不過今天有看到相關的報導 就是說他其實鞋子 並沒有真的穿上 但是他在那一個當下 還是決定說 我要先找鞋子然後來離開 他是一個展現出從容 鞋子留下來也被人家後來解讀說 我就算就是這個鞋子留在現場 也展現出來一種就是 我人還在那邊 我也沒有離開 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這個媒體上面 就對他每一個動作 開始做一些衍生的一些解讀意義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危機 他其實處理的非常的好 那再來川普呢 在後續的出席這個全代會的時候 有人講說川普很懂得 在這個時間點來扭轉他過去的一些形象 因為過去他其實講到了什麼檢察官 講到了一些公務人員 都是口無遮攔的 但是他卻選擇在他身世現在 處理的最好的這個情況下 他沒有去責怪FBI 他說他感謝特勤局 而且感謝所有的執法人員 讓人家感覺說這個川普進退得以 好像展現出一個領袖該有的高度 所以他在這幾波這個危機應對 或者是後續處理上面 每一個都是有加到分數 讓他一舉聲勢 現在拉的這個打的民主黨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樣還手才好 那我們另外看看 現在全球當然對這個事情特別敏感 竟然呢 辛普森家庭又神預言了這件事情嗎 原定在14號在英國的第四頻道 要播出的這個辛普森家庭的最新一集 有這麼巧合的一個場景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樣子一個造勢活動 但是呢旁邊的高樓頂樓上面 竟然出現了一個狙擊狙擊手 那他們就趕緊停播 就是這個事情 就是說不要衍生出任何後續的 其他這個知為末節的一些衍生問題 所以趕快停播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他昨天 川普當然大家聚焦一件事情 就是他宣布了他的副手 正在氣勢高昂之際 又宣布了一個副手 而且這個副手本身也是一個 等於說學歷也好背景也好 都是非常替他加分的一個角色 又是一個年輕的成功者 因為他39歲 現在才39歲 但他過去的一個著名的著作 《絕望者之歌》 講述一個白人 可能是在過去比較低階層的家庭裡面 怎麼樣這個逆轉勝的這種狀況 那我們看看他這樣成為了副手之後 他補足了年輕這個區塊 而且他自己也是海軍陸戰隊 服役了四年軍事的背景 再加上他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的 也是高學歷 他過去曾經是反川普 但是後來變成了支持川普 他說他不是頓悟 而是他逐漸意識到 他對於川普的反對是因為風格而不是實質 所以他變成去轉而支持了川普 當然現在最支持川普的人 就是這個Tesla的馬斯克 他甚至在X上面發文說 勝利之聲已經響起了 那你看看這個拜登 立刻跑出來又嗆人了 他才停了一天說 現在這個要團結的時刻 馬上又忍不住跳出來 在批評他的這個副手說 根本就是川普的複製人 不過川普真的是很會運用說 現在大家喜歡他這樣的一個強人形象 英雄形象 他們的團隊在48個小時之內 立刻就用這一張照片 經典照 這個PO上了網站 然後可能做成一些相關周邊商品 吸引大家來捐款 展現出商人的本色 當然強化這個印象也是要對比 這個瞌睡橋的這個印象 可能可以展現出來 拉開更大的差距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文件門 就是讓這個川普可能又更鬆一口氣 因為現在採討死節 馬上又獲得了重大勝利 文件門現在起訴也遭到了駁回 那反觀拜登 他好像變成要去蹭川普了 他現在講的一些話就是說 我才比川普大三歲 我沒有很老 你看川普這樣反應 我也才跟他差沒多少 他說他會參選到底 然後再來他就說 我也很擔心川普 我還跟集合為他禱告 甚至現在也不得不在這個情勢之下 就說我前幾天講說要把 川普放在靶心這個說法是個錯誤的 也得要出來認錯了 那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給我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翁P 是 我們其實看到了 政治傳播學的一個範本級的教材 事實上川普在遭受到攻擊之後 他在手勢上 他在言論上 他在他的表現 甚至剛剛翔選你分享的 他在遇襲之前 可能還是比較強勢的 在去做對手的批判 可是遇襲之後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自己已經站在順風的一方 整個氣勢是領先的 馬上就開始扭轉 馬上就展現他的高度 強調的是現在美國要團結 所以我們說在政治傳播學上 這是一個範例級的教材 那也不得不說 不管你喜歡川普 還是不喜歡川普 他的表現 確實有一點點異於常人 因為在重難之後 馬上有這種沉著冷靜 也許剛剛你提到了 他的軍校的教育 是有一點關係的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川普其實今天最大的新聞 是川普選了副手 這個副手又再次的 可以說是痛擊了拜登的痛點 也就是年紀 因為川普強調的是 我的副手選39歲的J.D. Vance 這個J.D. Vance在美國 事實上他有一定的聲望 尤其是在所謂的Mega 或者是共和黨的 傳統的支持者當中 有非常強的凝聚力 為什麼 因為他呈現 第一個是他年輕 第二個是他是來自於 非常平凡的 可以說是底層的家庭 他的書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來自於底層社會的白人 或者以前曾經有人說這種 Rain Neck的這種Class的白人 他是可以翻身的 最後到了耶路法學院 加入了軍隊 到了耶路法學院 這是個完美的範例 就是力爭上有的範例 川普選的這個人告訴他說 我們交棒給的人 跟你拜登選的交棒者 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尤其是代表的是 所謂的美國的白人的族群 當然這樣的操作 他某種程度反映出來 美國的白人的焦慮感 或者是說整個共和黨 必須要集結 可是以現在整體的氣氛 我們必須說 拜登現在是處於一個 極為劣勢的一個狀況 整個氛圍讓拜登要去做批判 好像人家覺得不夠厚道 可是不批判 電視上面天天看到的 都是關於川普的 你剛剛看到的這種新聞 就算不是支持川普的媒體 他報導的新聞 也是幫川普加分 畢竟受傷 手勢 現場的氣氛 所以拜登也不得不 現在就開始進行一些批判 但是反映出來的就是 現在整體的美國的大選 確實短期之內就已經出現了 這種好像大選結局已定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畢竟現在是7月份 距離最後的選舉 大概還有3個月的時間 來做一些努力 拜登自己也是現任的總統 所以這個努力的過程 他可能可以丟出一些政策牛肉 或者是操作一些議題 不是完全的沒有機會 只是現在的氣氛看起來 拜登是列於居於下風 這是肯定的 那當然後續會不會扭轉 我們還有待觀察 好 我們來請教賴老師 川普在面臨個人 生死的考驗的時候 他的整個處理堪稱完美 我們可以這麼說 因為你想想看 當我們受到這麼槍擊 情況不明 槍手到底是一個人還兩個人 還是系統性的沒有人知道 那這麼短的時間內 他要做這麼多的反應 然後還要很從容的 去關注到他自己的鞋子 因為他不想變成一個狼狽 逃走或是被撤離 或是被拖著走的 這樣的一種電影畫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時候的電影 在描寫總統被 美國電影 在描寫他們的總統 遭受到暗殺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是 特型的人這樣抱著這樣子 連本帶路這樣拖著走 很狼狽的樣子 可是川普在整個電視的實境 這是實境秀 他的畫面中是完全沒有 電影製造的 那樣的狼狽的一個畫面 沒有 反而是從容 一步一步來 然後還要再鼓舞民眾的士氣 然後你看民眾的士氣 就被他三個字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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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整個都站起來了 然後他們把這種愛國心 或是把他們的氣勢都拉起來 這不容易 真的是完美 接著他馬上做了一件事 就是各地方都開始 一定會有很多的檢討 批評特型單位 FBI的問題 他反而幫他們講話 顯著他本身 並沒有去追究他們 你在想 他也知道很多人 對於他也好 或是對於拜登也好 都是很厭惡的 厭惡感是很強的 可是你看他在面臨 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他馬上要想辦法降低 那麼厭惡他的人的仇恨值 所以他要拉高大家 對他的好感 對 所以很明顯的 當他具備有很多的優勢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 他在提名副手 雖然早就定案了 但是他已經更強而有力了 因為過去共和黨的很多的大佬 強烈的建議 要不就是提名少數民族 就是其他的有色人種 他拒絕了 有人提名他應該找女性海力 他也拒絕了 而他選擇的是一個底層 而且是家庭破碎 而且媽媽本身還是一個吸毒者 家裡環境非常惡劣 最底層的那個白人 然後他奮鬥的成功的 這個人的案例 這個范斯來擔任他的副手 他顯得他更有自信 因為這個范斯的本身的支持者 跟他是幾乎是重疊了 所以不會幫他爭取更多的 有色人種的票 也不會幫他爭取更多的婦女的票 因為他們兩個太重疊了 可是川普還是決定他 然後在今天的共和黨 把他拉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就是川普展現出來的是 我目前在有很大的優勢 這個對於整個共和黨的士氣來講 是非常的好的幫助 尤其是剛好就在共和黨的 全國黨代表大會的選舉 這個四天的議程 我覺得他們他真的是把自己 把他的整個選舉 玩到最高點了 好 請教育方哥 這次的選舉就是高潮迭起了 這個幾個月前你看 川普整個是陷進在這個 好多件的這個官司裡面 所以你看到他的都在法庭裡面 或是法庭外面 那大家就想說 光是這個官司就把你困住了 你還選什麼呢 可是接著就是這個CNN辦的那場 總統辯論 這個拜登讓大家非常的失望 怎麼會表現得這麼差 所以大家真的懷疑他是不是生病了這樣 但是即使這個辯論的時候 這個拜登受到重創 可是過了幾天 慢慢大家冷靜下來的時候 去做的民調你去看 他們倆還是非常接近 川普贏大概就贏個兩個百分點 到三個百分點 在有些的所謂的這個battleground 在那個大家這個相似不下的那些州 事實上拜登的那個支持度 還以略為上升 可是接著就出現這個槍擊 這個槍擊怎麼這樣講 就是說政治 這充滿著不可預測的這種因素 這裡面最重要大概就是 審手扮演的角色 你想想看那個 他這個耳朵這個地方 大概這個上耳垂這個地方 這不叫耳垂 我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講 顯然是有穿過去的 因為我看到英文用 那是Piers 那就穿越了 穿透過了 你想想他只要再插個兩公分 就進腦袋了 那川普就真的不見了 所以對他來講 這真是很兇險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講危機危機 就是危險加機會 他出現了危險 可是他馬上把這個危險 變成一個機會 你看像一般人來講 你怎麼還會想到這個時候 要去fight fight fight 因為美國很吃這一套 美國人是非常崇拜英雄的 所以川普就是表現出 他就是個硬漢 他是絕對不會低頭 不會妥協的 所以他這個表現 對他來講是 是馬上就讓他加分 而且加了很多的分 可是他的那個小組 策略小組 他們也是很厲害 馬上就調整這個 本來這個全國代表大會裡面 共和黨 相信這裡面很多是要攻擊 先任者 就是拜登的政績 他個人 因為他的身體等等 馬上全部拿掉 就不再批判了 他現在講的反正是要團結 就是要團結這樣子 所以他厲害 顯然他的那個團隊 所以也是很靈活 他挑了這個人 其實很多人是猜不到 他為什麼會挑一個Vance出來 因為前面那個叫Pence 這個叫Vance 蠻有意思的 都是S做結尾的 可是他就挑他 我想這個也是證明 川普跟他的團隊還是厲害 因為這個人40歲 剛好40歲 所以你挑他第一個 年輕人票就進來了 第二個他們兩位也講過 他小時候真的很可憐 他的媽媽連改嫁三次 是第三個張夫才是收 就等於是收留了他這樣子 Adopt他 就變成他繼父這樣子 他就是家裡真的很全窮 媽媽又不斷的吸毒戒毒 吸毒戒毒 所以你就可以做那種 在那種環境長大 幸好他的外祖父外祖母 其實幫了他很多的忙 所以他後來他去念了軍校 去當了軍人 而且是陸戰隊 是美國人很敬佩的兵種 而且還派到伊拉克去 這麼危險的一個地方去 所以他變成他的副手 也是有英雄這樣的色彩 然後念了耶魯 還不要緊 是耶魯法學期刊的編輯 這是很不容易 所以柯林頓當過類似的這個角色 不是柯林頓 這個奧巴馬在念大學的時候 所以他挑這個人 我就認為他是挑的很不錯 當然嚴格講 從今天算起 你投票那天還差多少 三個月又19天 用美國時間來算的話 剛好三個月又19天 上帝創造這個地球 只用了六天而已 第七天他就休息了 所以你想看 現在還有三個月又19天 只要一件事情發生 很可能又要重新再洗牌一次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們還要看 但是目前只是說 到目前顯然 川普是反敗為勝 但是他的氣勢可不可以維持這麼久 因為他也實在有很多的缺點 這我們就不知道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